因為就有同學 所以我們現在你們教的作業就兩個 一個是班級 這個是用貨迴圈寫的 一個是用篩選 這個改一下 篩選 這個是用篩選 不過這個感覺上有沒有 它會閃動一下 好像因為現在電腦太快了 閃 有沒有 閃一下 但實際上那個閃動的速度 因為現在電腦太快 所以幾乎看不出來 有沒有閃一下 OK 其實無傷大雅 反正它實際上就是先把這邊範圍隱藏起來 然後把資料摳過來之後再恢復 大概是這樣 那程式部分的話雲端上有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 同學又有一些疑問 這也當然延伸 如果不做我是覺得無傷大雅 但做的會更好 同學說老師那 這邊有一個小缺點 什麼缺點呢 像剛剛我們下拉清單之後 根本不需要按這個按鈕 它就自動幫我把一般的資料搬過來 可是這邊的話有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你要多按一下按鈕 它才會去執行這個 比如說二班好了 按一下 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倒也沒什麼問題 不過就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不要這個按鈕 然後我只要下拉一下 它就自動幫我執行了 那有沒有辦法做到呢 其實可以啦 只是說變成你要多寫一個程式而已 至於就是說如果以後你有這種需求 你需要針對那個開發人員裡面 去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個概念就是所謂的 叫做事件驅動 所謂的事件就是一個event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那這裡面的話會牽涉到哪一個物件 什麼物件呢 這個物件的部分的話 就是這個工作表 OK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呢 我們這個程式裡面就跟它講說 當我這個工作表的 這個儲存格 如果有變動的話 那就幫我執行按鈕的這個動作 OK 其實當然敘述是 邏輯是這樣的 可是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事件驅動 第一個 你先切到videobasic 那第二個 你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專案裡面的話 它會有好幾個 所謂的工作表物件 那特別注意 如果我要針對的是這個 你會發現 在這裡面 在這個eSale物件底下 你可以看到瓜糊裡面 會有一個明真一模一樣的 就這一個 sale物件 就這一個 sale物件 sale物件 選取區 發生變化 可是實際上 我們其實不是選取區 我們是當它發生變化的話 就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 請你把那個 右邊的這個事件 這個要event 改成change 當它被改變的時候 就是當這個工作表 改變的時候 那我就執行 那一件事情 把這底下這兩個 刪掉了 留下什麼 worksheet change 那哪一個事情呢 所以這邊 我在裡面寫個程式 什麼程式 判斷一下 如果 這個工作表 這個儲存格 不是全部 那所以呢 我如果什麼呢 那我怎麼知道 它變的是這個儲存格 那你會發現 它這邊有個by value 這邊有個target target是說 改變的那個物件 就這個target 這個指的就是這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什麼 哪一個儲存格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屬性 叫address 這個address 就是它的位置 如果等於什麼 h h h2 比如我這邊 記得 這個h2要絕對的位置 所以前面記得要加前的符號 如果哪一個呢 就是h2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改變的話 enter兩下打一個endf 那我就做什麼事呢 其實很簡單 我就把 這個地方的動作 去呼叫什麼 因為我是要呼叫班級 所以我們剛剛有寫個班級 所以你就是在 這個裡面 寫一個叫call call call班級就可以了 ok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 我們再把重點回顧 講一下 一 先找到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在這裡 二的話呢 請你把它點兩下 改成worksheet change 當這個工作表 有沒有 被改變 可是改變的話呢 是整個工作表 都會 都會執行 但是我只希望能夠針對這個儲存格的話 所以裡面的話 再寫一個邏輯方法 如果當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h2 有改變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那我就呼叫班級這個動作 也就只有h2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的話點一下 二班 有沒有發現 那就work了 一班 一班就出來了 ok 那同樣的方式 當然你這個地方有點是 可做可不做啦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等一下 最後的話 如果你把按鈕拿掉 只要下拉清單 一執行 他就會自己去呼叫 那個 call那個班級 特別注意 那個事件驅動的位置 記得一定要先找到 的是 他同樣的工作表名稱 你不要找錯名稱 如果找錯名稱的話 他一定就不work 因為呢 那個不對 他是針對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是要針對 第一個工作表 你可能要看一下名稱 那我這邊名稱沒改的話 就去著1 當然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要針對篩選部分 去做變化的話 那一樣的道理 你要找到那個篩選部分 篩選的話 變成你那個地方 程式就要重新再寫一遍 那當然比較聰明的辦法 你可以把程式call過去 直接call過去之後的話 把它call的話 就把它 我這邊叫篩選 call篩選就好 這樣的話 就可以達到最後的結果了 那一樣 不需要按按鈕狀態 也可以去執行 我們要的結果出現 那今天主要呢 我們就是利用那個班級 這個成績查詢部分 把它這個結果 這個給複製過來 當然這邊看 可以看得出來 總共兩個 VPA兩種寫法 似乎用第二種方法 會稍微簡單一些些 另外的話 執行效率上面的話 第二個方法的效率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資料量大的時候 你跑個回圈 它變成它逐一逐一比對 那逐一逐一比對的話 那個效率其實就沒有Range 的AutoField來的快速 所以當然如果你資料量越大 相對的 用方法2的優勢也會比較明顯 OK 那另外 也許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如果說 假如我們把那個資料 左邊跟右邊的資料分開 在不同工作表 寫法又不一樣 OK 那請各位試著把這部分完成 那另外記得 那個程式的註解 請你自己再加一下 因為這個也是作業的一部分 那你把它這個做完之後 存檔 那記得存檔的話 一定要是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然後呢 今天的作業主要就是完成這個 326的這道題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要再來 把這個資料擴大 而且這個資料來源 我們會來自於這個網路上面 然後呢 當然我們之前是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用人工的方式 那之後的話我會希望 再加上所謂的網路爬重 OK 試試看喔